近日,韩剧《纸房子》韩国片开播,以游戏红遍全球的朴海秀,这次在新剧中饰演一个重要角色,柏林。 作为教授的左右手兼现场指挥官,他虽然唯我独尊,高高在上,却也同时有着果断利落的特质,将全场掌控在手中。 因为自小就喜欢话剧,2007年,朴海秀以话剧《Mr. Labby》出道,之后都活跃在话剧及音乐剧界,随着参演首部历史剧《武神》正式进军演艺圈。 2015年,他凭长篇历史剧《六龙飞天》更让人熟悉,当然,朴海秀的代表作一定是2017年的《机智牢房生活》。 剧中,朴海秀首次担任主演,出演棒球选手出身的主人公金济鹤,与偶像女子组合FX出身的Crystal,展现了毫无违和感的情侣演技,成为了话题。 在这部作品中,尽管他的认知度多少有些低,但是他凭借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好评。 2018年,在短篇《Persona》中与I.U.合作,剧中,两人在桥下热情拥吻,反差极大,相当引人入胜。 2019年,在犯罪动作电影《量子物理学》中,出演娱乐圈的话佗李灿宇一绝。 后来,他凭借这部作品以39岁这样的年纪,获得了青龙赏的最佳新人男演员。 这次的奖项对于朴海秀来说意义非凡,让他更有底气进军电影界。 去年,他因游游戏在全球爆红。 在剧中,朴海秀饰演的是男二号曹尚佑,因演技精湛获得了超高人气。 采访中,朴海秀畅谈了他饰演曹尚佑的经历。 他称,曹尚佑作为剧中生活戏剧化严重的角色,再加上他首尔大学高材生的身份, 让他的心理活动非常难以理解,光是靠自己的猜想是不行的。 所以,他亲自找到相关人士进行了解,才确定了感觉。 之后,朴海秀称,一看到剧本,他就强烈想要出演这部连续剧, 并且还称赞统剧《成奇勋》饰演者李正仔表演太出色。 一上来就让朴海秀感觉到,他把我当成真正的邻居哥。 满满的压力和惊讶,而影帝李正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赞赏了他在受力的时间中的表现。 因为事业太过红火,朴海秀的私生活也被人们关心了起来。 据悉,2017年,朴海秀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夫人,于2019年1月步入礼堂。 对于妻子,朴海秀的回答洋溢着一种幸福感。 妻子是一个很体贴的人,朴海秀在结婚时对他的粉丝说, 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讯,我要和我的伴侣迈入新的生活。 他对我来说,就像是天赐的礼物。 不得不说,朴海秀的感言很真切。 作为韩国最不缺的男演员行列中的一员, 朴海秀等着自己的名字能被记住,也是经过了很多年。 去年9月份,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 当时,朴海秀还在外面演戏,收到了儿子出生的消息时, 他说,虽然只通过视频看到孩子,但我仍然感到很激动, 很高兴能把孩子出生的消息分享给大家。 成功当爸后的他表示,选择工作的标准并没有改变, 但提到孩子出生后,对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, 有了孩子以后,才真正的有一种脚踩在地上的稳定感。 这些会让我更专心地向事业拼搏,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角色。 因为女方是圈外人,不方便公开过多信息, 但从朴海秀满脸的幸福感,可以看出两人非常恩爱。 夫妻感情羡煞旁人,不得不说,朴海秀这些年十分顺利, 不仅是感情方面,还有视野。 朴海秀上半年,不仅有《纸房子》、韩国片及电影《夜叉》、《玉雪碟战》上线, 下半年还有另一部大制作《苏里南》代播。 该剧集结了何正宇、黄整明、刘衍兮等一众演技派, 播出后肯定又能再掀一股热潮。 每次演出的作品都获得广大回响的朴海秀, 谈到选择演出的关键,最重要就是剧本, 包含角色的变化,作品所承载的讯息,都会努力去理解。 再者是有想合作的导演和演员,随时都很乐意演出。 此外,出演音乐剧出身的他有一副好歌喉, 他曾在综艺《人生酒馆》中唱了李文氏的金曲《旧爱》, 简直令人听到耳朵怀孕。 如今,事业不丑的朴海秀又升级一家三口, 祝他一直幸福下去。